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温哥华的同业同修与我们分享 学佛多年佛源深厚的同同修 在结缘心灵法门之后受益匪浅 由衷赞叹心灵法门玄妙殊胜 并发愿护持弘扬广度有缘 让我们掌声欢迎 阿弥陀佛 我是温哥华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的同修 我叫同业 佛度有缘人 能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 能摩大慈大悲普度众生的恩师 卢俊鸿台长 作为大德同修 大家好 很荣幸在这里向大家汇报我的学佛历程 感恩师父卢俊鸿台长 为我们末法时期的湖南众生 带来今天的福德 创立并推广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 感恩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 共修主的孙老师和师兄张婉芳 于小燕 没有他们 我无言于此与大家分享 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的殊胜 我曾学过静度中 禅宗密宗懂佛学知识 自因为佛学基础深厚 佛源很深 理当尽心尽力弘扬佛法 普度众生 我知道弘扬佛法的事业 凭我一个人的力量难以实现 来到温哥华后 我先后参访了若干佛教团体 曾与张婉芳师兄做过探讨 一年后的偶元机缘 我在银群中温露的时候 张婉芳师兄主动的带路 和之后的交谈 续上了我与心灵法门的缘分 于是 有了与孙老师第一次40分钟的通话 和长达五个小时的面谈 他详细推荐和介绍 观世音谱的心灵法门 在末法时期普度众生的圆满 劝导我学习和体会 心灵法门的玄妙 并送给我白话佛法书 在微信群里 我以大家共同探讨 与老修行于小燕几次辩论 他讲了学习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的 灵验实力和念小房子的体会 学佛二十几年的他 能这样坚定地选择 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 让我很敬佩 同时树立了我的细心 我观看了卢台长的图腾 法会及开示 深感卢台长非常了不起 是我学佛道路中学习的榜样 随着我学习的深入 有三个问题 我深思不解 一 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 是不是佛教的八万四千法门之一 二 小房子是否如法 是否能达到宵夜渡亡灵的效果 三 关于卢台长看图腾仪式 虽然我感觉非常神奇与玄妙 但在佛教两千五百年的历程中 没有一位法师和师父 这样普度众生的 让我很不理解 我和国内佛教界的资深佛友 反复研究和讨论 关于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 都三个问题 我逐步地领悟到 卢俊空台长的弘法 是一个好的方法 供修主理有一位朝太 常年失眠 通过学习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 不要而遇 等诸多实力 足以说明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 是窃合末法时期 弘扬佛法 普度众生的心法门 关于小房子 我认为是如法的 一 大悲咒是观世音菩萨 针对娑婆世界众生 离苦得乐的重要修学经典 心经是佛教 大藏经六百卷 般若不得精华 含义极其广泛深刻 是每一个佛家弟子 必顺的经文 往生咒 是诸多高僧大德 所催崇的一部 灵验的往生成佛咒语 弃佛灭绝真言 是佛教提倡的 消除业障的灵验咒语 小房子把佛教的 四个精华和经典 有效地组合在一起 使学习背诵者 更加体会到他的玄妙 威力广大无比 佛说八万四千法门 门门平等 无有高下 只要我们一门深入 常识熏修 都会大彻大悟 得到大圆满 关于台长和图腾 是切合现代社会 众生学习佛法 引领众生 应识佛法 离苦得乐 究竟方便的捷径 佛说 来我国者 应善根福德 因缘具足 所谓善根 是指我们每一个学佛的人 应具备的 观世音菩萨 大慈大悲的心态 福德 是指佛弟子 读生经典 消夜征服 断贪嗔痴 得大智慧 圆满究竟的质量 因缘是指我们每一个学佛弟子 亲近佛菩萨的缘分 佛在经典中说 学佛的人 首先要达到最基本的要求 成为善男子 善女人 我们应该从 极得行善的心态入手 学习佛法 提高自己的品行 在生活和工作中 点点 狄狄 做起 规范自己的言行 与观世音菩萨 心心相应 观世音菩萨 心灵法门的 白化佛法 是一部很好的经典 通俗 一朵贴近我们日常生活 培养我们的善根 小房子的读诵 背诵 可以消除我们的业障 增加我们的福德 很快 我们与佛菩萨的心 就相通了 我们每一个学佛的人 就是善男子 善女人 你与佛有缘 佛就会度你 一天 我来到观音堂 看到师兄们 正在忙碌的筹备法会 我深感愧疚与责应的重大 带着沉重的心情 我默默地离开了观音堂 当晚我清晰地梦见 一个出家人在空中 与我对话 这位出家人 身材非常高大魁梧 面目庄严 慈祥 身穿黑底红道的袈裟 右手自眼下垂 左手放于胸前 我仰视着他问 你在天上干什么 这位生人说 我要带你走 我说你要我去那里干什么 他说让你跟我一样成佛 我说我不能跟你去 我还有事要做 我要学习佛法 普度众生 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他说你学佛 学得怎么样啊 我说还可以 很多佛教的经典我都会 很多佛说的咒语 我都会背 他说这么说你学佛 学得很高深啦 我说是啊 他说佛不要你这种学佛的人 我说为什么呀 他说你学佛还不够精进 还有很多执着 因为这个法门好 那个门派不好 还有分别心 我说那你告诉我哪个法门好 他说有一个法门好 你可以学 你要去帮助一个老人 他需要你的帮助 我说我身边没有这个老人呢 他说有 你好好想一想 你要帮他度过眼前的困难 我说我身边的人都很好 没有有困难的 他说你一定要想一想 你要帮他 醒来后我明白了 他指的这个法门 就是关心菩萨心灵法门 他让我帮的人就是孙老师 至此我更加坚定 关心菩萨心灵法门是我的家 我应当为弘扬 关心菩萨心灵法门做贡献 也深感弘扬佛法道路 应中而到远 静静地思考 关心菩萨心灵法门的当下与未来 关心菩萨心灵法门观音堂的主见 将有这样声势浩大的 法喜圆满的法会召开 为我们所有的温哥华 关心菩萨心灵法门的同修 注入了坚强的正能量 我坚信 并祝愿在今后的红法道路上 全体共修组成员 能互相学习和鼓舞 积极推动关心菩萨心灵法门 在温哥华的前面展开 努力弘扬关心菩萨心灵法门 这一末法时期的 普度众生的经典法宝 今天我成为炉台长的弟子 由机缘和各位佛友 共同分享学习 关心菩萨心灵法门的 语言语用和殊胜 我感到非常地语用性和自豪 学佛二十几年 我终于找到了我的灰塑 我发愿 我将全心全意 为了弘扬关心菩萨心灵法门 长久注释 我也义无反顾 我将鞠躬尽瘁 无所畏惧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关心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 卢太长 感恩大家 阿弥陀佛 探索 вот 谢谢大家